書籤對於我來說有兩個很大的意義 雖然是一個好像閱讀的工具 但我覺得它首先是一個載著回憶的工具 另一個對於我來說的意義就是 它有點像是一個心靈導師 我大概都是小學的時候開始儲書籤 那時候第一套書籤是我爸爸送給我的 那時候他要出中國國內的時候去公幹 他就乘飛機看到有些很漂亮的書籤 買回來給我做手信 那套書籤是在中國文行上買的 上面是用一些乾燥的樹葉 上面貼了一些胡碟的裝飾 拿回來給我看的時候我覺得很漂亮 我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自此覺得原來有書籤這件事 他是出自一個日本的畫家 他叫泰田興文 他原來很出名 就是畫一些淡水彩的少女風 他畫得那個少女是很純寂 有黑色的大眼睛 感覺神韌又很典雅很優雅 所以那時候我想我們的少女年代 一看到這些少女的物體 就非常之吹之若傲 每個人都一買 是買完船套 以前是很流行寫鼓勵句的書籤 書籤後面也可以給送贈者 再自己親手寫上一些字句 令到他記住這張書籤在哪裏送贈者 這些我看見的就是人家都很少會看到 香港也有一些書籤出過 可能大家沒有留意 其實裡面也會有不同的故事 譬如我自己收藏裡面 有一些和地政處出版的書籤 你會看到一些小小的地貌的改變 這個也是一種回憶 世界書籤日是在2月25日訂立的 是由一個外國專門儲存書籤的組織 叫做IFOP 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Bookmark 這個組織之前有些合夥人 一起訂立了這一日子 就是想做什麼呢 都是鼓勵所有喜歡收藏書籤的人 在這一日做多些活動 繼續推介給身邊的所有人 書籤展的心得最大 就是了了我第一個心願 因為我存了這麼多年書籤 真的很想有一個展覽 去展示給其他人看 其實書籤是可以很多之多彩的 其實我就會鼓勵每個人看書 當然希望他都選一張自己喜歡的書籤 我覺得只要一天還有這張書的出版 其實書籤都一樣繼續有它的價值 就是有它的位置在這裡 怎麼看 我看到你們現在是在這裡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 我們要留意 有沒有什麼 關於你 告訴我 感谢观看